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课我们是认真的 搞笑我俩是奔不顾身的 没错 我们超级课堂又开课了 同学们都准备好了吗 班长 我瞅您这就有点累 事情也好像 开一宿车这能不累吗 罚点我啊 我怎么个情况 经济紧张啊 开 开夜班滴滴了 拉倒 别说风凉话了 开夜班车还不错呢 我这是纯宪爱心情 你敢不敢跟我比比 我敢跟你比 怎么的 爸 你出题 我们俩比比 你敢吗 敢 行 来 来 来 转发这个 来 转发这个 来 请听第一题 一辆小汽车 以每小时180公里的速度 从A点到B点有360公里 请问 供需要多长时间 要交多少乘车费 我的 要两个小时 交160块钱的过路过桥费 错 如果要两个小时的话 得交1160块钱 怎么多了一千呢 超速50% 罚款一千 回答正确 哎呀 这喝了点酒猛出来 这还有超速的事呢 这个爸 你再出个题 请听第二题 你开车行驶在马路上 突然 车前面出现了一个人 一条狗 你怎么办 撞狗 你有病啊 你踩啥车呀 你装狗干什么 狗招逆折逆 躺上比分20比0 又又又猛了 爸 你再出一个 再跟你出道题啊 再吹 你开车走到了十字路口 遇到黄灯怎么办 踩刹车让行 你 我不想 不怕人笑我 你这点都东西做都不都 你见过黄灯没有啊 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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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啥意思吗 那就是快点走快点走 别耽误后边撑了去 鸟庆 经济艺 人属是胡说八道 现在场上比分 赵刚子 完胜 什么完胜 赵刚子就是完蛋 哎 我说你 你你考驾照有什么用 你得到了驾照 你啥也没有啊 你 我找过没用啊 你干啥 我找过一门技能不行吗 再说了 咱们社区一半 最近有很多呀 都是新四季 尤其是很多人倒车的时候不行 我要把它学好了 我可以帮人家业主倒个车什么的 对吧 还有 我自己我以后我也可以买车呀 就是吧 你买车 怎么 我攒钱我不能买个车吗 你等你把钱攒够了 我都买飞机了 谁说分啊 怎么着 你别这样行不行 怎么着呢 我告诉你 我没车不要紧 怎么着 爸已经答应了 把他那辆倒旗驴先给我 没车我先开倒旗驴 我先找感觉 爸吧 你就是偏心眼儿 你这么心爱的倒旗驴都给他了 我心爱姑娘都给他了 倒旗驴多少呀 对吗 你喝酒了吧 喝了一点怎么的 你开车回来的 大姐 这一点我懂 不能酒后驾驶 对 酒驾都入行了 我跟你说 我驾驶之道都扣了十一分了 不敢来 那你怎么回来的呀 我雇了个司机 别臭啊 你还雇个司机 钱总 我 钱总 谁呀谁呀 我的司机 你好你好 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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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吧 听 哎 哪里 大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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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就来吧 怎么还迂回着过来呢 我这不按照指示标走过来的吗 人家这是专业 我跟钱总啊 啥事 咱那车让人拖走了 你咋不看着点呢 我就说那地儿不让停 你骗让我停那儿 那不警察给来了吗 顺分啊 你看你 让你好好学习教鬼 你不学 你别教育我 没事 啊 明天把车求回来 啊 交罚款 该 爱批评 爱批评啊 小车行 我把钥匙先给你 行 顺便呢 我给你辞个职 你这儿太危险了 我给别人干活 挣钱 我给你开车 要命 先走 我说心里话 我还想多活两天 行吗 行 大哥 好 大爷 那我就先走了 好吧 天头你别拦我了 好了 快走吧 再见姐夫 哎 哎 大爷我走了啊 哎 逃命去吧 什么叫逃命去吧 哎 你别 真讨命去了 我这车 你 我这 哎 大姐夫 啊 哎 好好学 哎 一定好好的明天把驾驶之道拿到手 啊 哎 怎么个意思 我这车 送你了 哎 哎呀 谁是否 敞亮 那就是我大姐夫吗 张子 哎 以后咱再别说 顺风小气了 你看 敞亮人 爸 我怎么觉得 这是个坑呢 哎 他是不是又坑过呢 你看 啊 顺风 哎 我问你 啊 这是不是个坑 我又不是个中树的 我挖这么多坑 干什么玩了 我相信你 不能 这大姐夫送你个车 你看 我怎么觉得 我就是有一个小小的条件 就看你答应不答应 你说吧 你看啊 啊 车都给你了不 啊 我回头上下班舞的 你顺便接我一下 送我一下 不过分吧 爸 看见了吗 这就开始动敲了 你多心了 这不就是个烧在手的事吗 还有吧 你看 阿米丽现在怀孕了吧 偶尔得去趟医院 做个孕检啥的 你抽空接一下 送一下 不过分吧 看见了吗 已经动土了 烧在抢的事 还有吗 阿米丽生产那天 你得全天候地 伺候一下吧 明白 司机兼保母呗 对啊 让你当老母 我也放心 做月子那一个月 你需要个奶瓶啊 尿布啊 尿盆啊啥的 你都买一下 这个不过分吧 看见了吧 坑已经挖好了 咬咬牙 一个月就过去了 还有吗 还没上幼儿园的时候 大人得跟着呀 是吧 车我都送给你了 你接一下孩子 送一下孩子 这个不过分吧 看见了吧 坑里面已经出水了 这没几点的事 还有吗 孩子上小学以后 那就不是接送的问题了 不光要接送 还有一些课外辅导班 比如说游泳课呀 钢琴课呀 体育课呀 你都接一下送一下 不过分吧 没事 你也就是后半辈子 扔车里了 对吧 将来我的孩子 将来就得上初中 上完初中就得上高中 上完高中就得上大学 大学毕业以后 就得谈恋爱 谈完恋爱就给我生了个孙子 我这个小孙子可可爱了 你得接一下送一下吧 爸 你觉得合适吗 恐怕爸都等不到那一天了 这份来 我跟你说个实在话吧 怎么这了 我算明白了 你说 你是把算把我 跟你这辆车 一起干报废了算 是不 你太狭隘了 来来来 你这车我不要 我决定了 还用爸的倒骑驴 你说我大姐夫这个人 就是心胸狭隘 给他个车 他不要 爸爸 爸爸你有驾照没 顺芬啊 我的六十多奔七十的人了 我有考驾照的必要 我愿意 应该学一个驾驾照 顺芬啊 哎 我跟你说句心里话了 你真应该好好学学教规 顺芬啊 你说你不学教规 对别人不尊重 对你自己的生命也不尊重 是我的驾驾照都已经扣十一分了 我现在不能开车了 走 不要 你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司机 你都可以踏踏实实的开 你说呢 大姐夫我明白了 我从现在开始 我要做一个合格的司机 对 来 跟我一起学 我跟你一块学 来 跟我学 你跟我学 是不是态度得稍微端正一点 一般我是在上面 你应该在下面一点 对吧 哎 这种感觉 我这样问你 这是禁止名喇叭 这是禁止名 你明白 我跟你说啊 家里的司机最不好当 累不敢说 苦不敢言 那说明你在家里这啥 位置 重要 你不能身在府中不知府 超级课堂讨论课 今天话题说的啥 啊 这老婆里的录音可兴趣的 是吗 是 他就是啥呀 他就是那个 哎 烤鸭子 没鸭子 烤鸭子 大鸭子 下期课程很精彩 点声一响 接着来 欢迎回来 再次走进超级课堂 我是学员周全 我是班长 大洋 班长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这话从何说起呢 从 从从头说起啊 我我 我对你这感受 你这半会儿还真说不清楚 你这学呢 学学下面这 你好好捋顺捋顺 那你拎他干啥呀 没有 这是小四的喇叭 我给没收了 因为啥呀 嗨 是这样 这小四啊 在咱们社区 他弄了个路边烧烤 那能行吗 乌烟瘴气的 我给他取缔了 喇叭我也给他没收了 你说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我跟你说啊 爸爸 他这喇叭里这录音 可生气人了 是吗 是 他录的啥呀 他就是那个 烤鸭子 卖鸭子 不腰是 蛋腰是 这是礼拜天不是吗 我爸一会儿要来咱家 你爸要来啊 那我赶紧收拾收拾 不是 一家人 不用那么客气 我不是跟他客气 我得把这个茶杯啥都收起来 为啥呀 要你爸来完一走这东西 全得变玻璃茶的 我爸有那么厉害 你爸那气势 咱街坊里面都见着过 那家 熊九九气昂昂 特么张飞的 就跟他 就跟他胳膊上下那只鸡 俩眼一瞪 能把天上老鹰下尿堂了 我爸来了 爸 爸 亲家也在呀 这是李大吗 我有点恍惚 怎么了这是 怎么还没有那只公鸡精神投足呢 欲言难闭 这有话咱们坐着行 是不是呀 坐着说 来 大家坐着 有话坐着说吧 我说 我说不出来 现在其实你就是不说 我也知道你想要说什么 我不说你就知道我要说什么 刚才 你爸和你那个金阿姨 俩人共同创业 朝夕相处一年多了吧 也该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 说吧 哪天办起事 我帮你张罗 老汉兄弟啊 你可是我的知音啊 我用你聊天里的话 赞美你啊 说 你就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 先别走 我这些日子也没心思喂鸡 老金嫁给妹妹 行行我帮你喂喂 这把手脑都倒掉了 爸 到底出啥事了呀 怎么这样了 刚才啊 你是不知道 我跟你金阿姨 接触这一年多以后啊 我对她了解了 她不光人长得漂亮 她那养鸡场 这五年来的规模 是越来越大呀 她有谁付 我配不上 我跟你说啊 秀养 你这么瞧不起自己可不行 对 爸呀 没事 我跟你说呀 你这样 爸你挺起胸来行不行 不是我那个伟岸的父亲吗 是 来挺胸 昂起头来 怕什么呀 就让你真正的表达你的情感 你就大声跟他说 你说 金阿姨 我爱你 你嫁给我吧 爸你说一遍 金阿姨 不是 爸 你别叫金阿姨 对吧 你得叫金鸡 你得说 金鸡 我爱你 你叫金鸡 我不是给你模仿一下吗 说您怎么还吃我的醋呢 其他你 还 金鸡 你嫁给我吧 我爱你 行 我觉得行 行什么行啊 你看现在行 一会儿见着你金阿姨 他不一定敢说 谁说我不敢 我不敢说我不行照 那一会儿你就说 那我不行照 你这是为啥呀 我怕他拒绝我 怎么着 看来呀 我不出手帮忙他是不行了 这么着 你爸已经来了 我估计你那个金阿姨是随后就到 那是一会儿就来呀 一会儿我见着他 我就不管他叫妹子了 我就直接管他叫嫂子 他要不解决 就证明你这事有门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不要 你去试探他一项 对吧 如果我不行 你就给我盯上去 我不行 是我是怎么事 是 是不是你爸的事 是我爸的事 你该管我该管 我管 爸你放心吧 为了你 一会儿我金一一来 我就冲上前去 把他堵在胡同里 今天 既然你们都这么犯我 我也不能喊我 对 我到时候都大声地说 我来 以后你有多远 给我走个远 我再也不想看见你了 你咋呀 家里来客人了 你超巴虎的 你喊啥呀 赵叔 金一 不知道 我这蛮好呛的 平常嘛 就跟我黏黏糊糊的 贼犯人 但刚才的更过分 你知道吗 当着小区那么多人的面 冲着我就使劲喊 小米恋 我爱你 加点我吧 有什么好远 不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这才是真正的男人 我告诉你们 男人就得拿着起放的下 心中有爱就得大声说出来 不像你朋友们 从来不敢跟他心爱的人表达爱慕 还得找人替他来摸底 我怎么觉得这好像是在说你呢 你说谁呢 我说去的这呀 刚才这个 他金鱼说的这人有吗 有 在哪呢 我 我跟你说 他不是不想说 他是不敢 老范 过来 小米恋 我跟你说 人家的事让人自己解决 你跟下餐 爸 你起来 你是不是我爸 是啊 你是不是个男人 是啊 你是不是个汉子 是汉子 是汉子 你就冲上去 汉子 我 你真是不想说 是你太优秀了 若有财富还长得漂亮 长得跟西游记那玉兔精似的 我就像那厨房里那绿豆影 我说是我 怕你拒绝我 你都没说 你怎么知道我会拒绝你啊 就是我拒绝你 你也应该像个男的一样 切而不守的一锥到底嘛 请一下 明白吧 男人只要爱 就得一锥到底 作为男人 就得做一贴狗皮膏 粘上它 就让它接不下来 接下来 就得带下它一层皮 对 对 快点说呀 轻点 快点说呀 赵手 快点说呀 爸 快点说呀 爸 好了 我说 爸 等会儿 拿上喇叭 大声说 烤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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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 烤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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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爱你 嫁给我吧 我本来不想这么直白的说 那你想怎么样 我可以配合你啊 我想跟你同下的一首歌 那就唱吧 爷爷 我们下车 烤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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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drooms 好 我们是天下的有情人 老运结合 又到了课前操的时间了 一会儿班长还要点名呢 稍时休息 马上回来 太快了 转眼又到下课时间了 没善够不要紧的 明天傍晚5点20准时打零 千万叶尘日到 最后还是一首好听的这个音乐 送给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